字幕提供 哈囉各位的好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帶各位來摘一下 蔡司酪梨 昨天有看到一顆果實 好像快成熟了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它是不是成熟了 而且有沒有變色 我們蔡司酪梨是會變顏色的 就前面這一顆 然後昨天看到的 那一顆即將成熟的 在這裡 你看它袋子都裂開了 然後你看 隱約看到它顏色已經變得 比較黑 但應該還沒有全部黑啦 這個可以摘回去後手 因為如果在它樹上手的話 有時候小鳥就先來了 那各位看一下 它 目前顏色的一個表現狀況 我們的蔡司酪梨 好拆下來了 我們現在就來 把它打開 拆開 讓各位看一下 現在弄破了 哇 還沒有很熟 這個是拿回去後手 剛好你看我們之前一直講的 就是上面會有一層果粉 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 看起來白白烏烏的 在上面 這個如果變得 整個熟了之後變黑之後 這個白白這個 果粉喔 看起來就更明顯 這顆應該 這顆應該不至於被果蠅叮到 看它樣子應該還好 沒有應該是沒有被叮到 所以這個就是蔡司酪梨 這顆就帶回去後手 上一次我們在地上撿了一顆 那帶回去 結果發現上面有蟲 那一顆是因為蛋哥沒有套袋 沒有套袋 所以裡面 那個 果肉裡面還是 有蟲 我們有分享給各位看 那後來就 沒吃幾口就把它丟了 可惜 好 這是我們的蔡司酪梨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